来我们来看一下 Lunpy里面数值的修改 刚刚我们讲的这样 在代码里面实际上对这个取航取捏这种操作 对不对 取航或者取捏 或者说取多列 去联系的多列不联系的 其实都是非常简单的 很多时候我们只需要在iPad里面尝试一下 就可以知道了 那么通用的方法 就是在逗号前面和后面去写东西 逗号前面表示取航 逗号后面表示取捏 那么我们这样做就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那么唯一需要注意的是什么 就是最后这一个 当我们使用方法在逗号前面和逗号后面取航取捏的时候 它取的只是对应位置的这样一个位置的值 比如当前这里值取的是0021和23 这三个位置的三个点的结果 所以这里的需要特别注意 其他的多列号 那么关于当派种数值的修改 其实也是非常好理解的 什么意思呢 我们只需要干什么呀 把它重新付个值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们取到某一行某一页之后 我们想得它重新付值 让它等于0就可以了 这个理解吗 修改这个值 能理解吗 取到之后修改一下值 这个地方可以理解吗 这个没什么好讲的 所以我们直接就过了 那么现在我们想象一下这样的情况 我们刚刚取到第一列到第三列 这三列的结果 我们把它这两列的结果 我们把它复给复的0对不对 第一列到第三列 就是12 说错了 是第三列到第四列中间的 这是第二列到第四列 说错了 就是二列到第四列 三列到第五列中间的 对吧 三列到第五列 以后下次我再说 我就说直接说所以的 说二列到四列 大家都要想到 我们是要把它加1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我们把它复给0之后 这个是非常好理解 但是现在我们可能有新的需求 比如说我们想干什么 我们想把这个T里面 小于10的值 替换成3 这个时候该怎么做了 是不是也是一样 我们先得取到小于10的值 那小于10的值该怎么取呢 也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我们使用iPad线来尝试一下 我们看一下 72 它是这个样子对不对 那么72 我们写个小于10 我们看一下 这个结果是什么样子的 是不是立马就变成布尔列星的呀 这是小于10的 这是大于10的 对不对 那么我们72 72 小于10 我们知道方块 能够帮助我们去 进行这种所以 或者切片对不对 我们取什么呢 取72中72比10小的 那刚好是不是取到这一部分呀 我们把这一部分呢 等于什么呢 等于3就可以了 那么看一下72 就这个样子 是不是非常简单呀 非常非常简单啊 那么可能有同学有问题 我们刚刚是这样写的 我们来看一下 72小 比如大于20 大于20 这个结果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去看一下 结果是什么样子 它只取到了 比20大的这样三个值 是这样一个array 这样的类型 看见没有 但是呢 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我这样写的时候 给它复值的时候来 它是复的是 对应位置的 什么叫对应位置呢 就是为处的那几个位置 把它做了一次 重新复值 为处的那几个位置 那么比如说 刚刚这个地方 就几个位置为处 所以我说 它等于3之后呢 就是刚好把 为处的那几个位置呢 复了3 其他地方呢 依然是之前的数 那比如说 我现在把它复值为20 就可以这样写了 把大于20的数 全部替换成20 那么切了里面呢 大于20这几个位置呢 这三个位置呢 全部就变成20了 对不对 这是关于什么呢 这是关于numpi里面的 我们在numpi里面 直接可以让 其大于10 小于10 或大于等于小于等于 或者连着写 都是可以的 然后取到这样一个 Bot的一个结果 然后呢 我们可以直接往 这个Bot的一个结果这里呢 去给它进行复值 然后复为2 复为3 都是非常非常随意的 这个Bot 所以在后续呢 以后用的非常多 但是这个使用呢 是非常非常简单 这个呢 大家可以理解 对吧 那么下面呢 又有新的需求了 我们要做什么呢 刚刚在布尔索尹这里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只是把小于10的 替换成的0 对不对 在这个pvd上是这样子 那么现在呢 我们想要把小于10的 替换成0 把大于10的替换成10 那么相对 如果我们用之前 使用布尔索尹的入操了 的话呢 我们得先两行 对不对 先做一次小于10的 替换成等于0 再做一次 大于10的等于0 对不对 做这样两行这种操作 那么现在有另外一个方法 叫做well这个方法 well这个方法呢 和我们python里面 现在学的三元运算符很像 我们来看一下 之前我们在python里面 对a这个变大定义复值 然后等于3 1弗 3大于2 else4 这个a的结果 是3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 三元运算符的这种方式 给这个a定义复值 那么如果说这里是 3小于2情况下呢 毫无疑问 这个时候a就是4了 对不对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在nonpy里面 well也是这个样子的 我觉得大家以后接电话呢 就出去接 对不对 不然都特别尴尬 这里nt.well这个方法 对吧 well这里它里面写什么呢 第一个表示7小于10 表示什么条件下 7小于10的条件下来 把这个值呢 复为0 其他只能就复为10 什么意思呢 其他值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t大于10的情况下 你解释了吗 就我们刚刚这是一样的 如果说3小于2 然后a对于3 否则的话 a对于4 这里也是一样 如果t小于10 然后他对于0 否则的话 也对于10 你解释了吗 这是np.well这个操作 那么来看一下 well具体的用法 首先 712 这样子 他们722 就是np.well 它是np准备的方法 然后呢 t2 小于 比如说小于等于3 然后替换成100 那么其他的情况下呢 否则的话呢 我们替换成300 我们看一下这个结果 就是这个样子的 把小于3的全部 小于等于3 全部替换成100了 就是这个地方的样子 对不对 然后其他情况下呢 全部替换成300了 对不对 就这个地方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关于np.well 你们三元预算符的 这种操作 对不对 那么现在呢 可能又有这样一个新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我们想把小于10的 小于数的数字呢 替换成10 把大于20的数字 替换成20 这个时候呢 我们如果使用之前的 布尔操作 布尔所运动操作呢 也是一样的 虽然可以做 但是我们得写两行 对不对 那么在np.well 那里面呢 有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clip这个操作 clip这个方法呢 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裁剪 裁剪是什么意思呢 就像我们去给这个数 减值一样 我们把这个数 比较高的那部分剪掉 把小的那部分也剪掉 那么中间呢 就刚好留下来了 那所以说呢 clip这个操作和这一样 比如说t是这个样子的 t.clip10 18 什么操作呢 就是把t里面 小于10的 替换成10 大于18的 替换成18 你解吗 所以我们只用给它 传两个参数区的 传一个10 传一个18 倒数呢 它就会把里面 10要小的 替换成10 18要大的 替换成18 那么现在有这样个问题 clip这个操作非常简单 那现在有这样个问题 就是说 这个clip 它替换成18 在这个时候 这是小于还是小于等于呢 是大于还是大于等于18 是没关系的 对吧 为什么没有关系呢 大家可以想一下 如果说我的t里面有一个10 那我把10小的 替换成10 或者把小于等于10的 替换成10 那它都是10 如果说t里面有一个值18 我们说要把大于10的18 只替换成18 或者大于等于18 只替换成18 其实都比不影响 对不对 因为它到时候肯定是18 而我刚好呢 也得把它替换成18 对不对 所以不管是大于等于 还是小于等于 这都不影响 所以大家就可以把它们 变为大于或小于 大于等于小于 都是一样的 因为它没有什么影响 这里呢 我们看到 这里多了一个值 叫做NAN NAN这个值呢 是不是我们刚刚见过呀 那么在NANPINE里面呢 如何去把某一个结果 强行的给它fuk 负责为NAN的 我们来看一下 那比如说T2 我们取一个值 就是三行 30 也就是第四行 第四列 这个地方 把它负责为NAN的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地位 负责为NAN的 怎么负责呢 就是NP的 NAN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报了一个错 这个错误 我们等一下也会遇见 我们来看一下 Cannot convert Float NAN to Integer 对不对 那么什么意思呢 不能够把一个 弗列内心的NAN 转化成整形 什么意思呀 意思就是 NAN 它是一个 弗列内心 但是当前 T2里面呢 都是整形 那我们想要替换 可以怎么做呢 T2.Ottype 然后呢 把它转移着float Float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写个33 再看一下T2 这个时候是不是 改过去了呀 之前的时候呢 它是个 英特内心 我们不能给它复制 因为NAN呢 是一个弗列内心 不能把它转移着整形 对不对 那现在我们 你把T2 转移着弗列内心呢 所以这个时候呢 NAN 肯定能够复制进去 对不对 那么 NAN是什么 我们刚刚讲过 对不对 关于Cleaner这个操作呢 我们就不说了 它是非常好理解的 那么接着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Pandas里面的 比较常见的 NAN和IOMF